聯合國說去年捕亂分子針對阿富汗政府工作人員的襲擊增加了7倍 不過針對平民襲擊6年來首次減少 聯合國駐阿富汗市團在星期二發表年度報告說 去年有2754名為阿富汗政府工作的平民遇襲身亡 報告說阿富汗婦女事務部部長和副部長分別於去年7月和12月份遇害尤其令人不安 報告說搏亂分子要為2012年達到8成平民死亡事件負責 8%的平民死亡是阿富汗和北約軍隊造成的 其餘11%的肇事者來自其他方面 聯合國報告說由於為減少親政府軍隊造成平民死亡而造出的努力 去年平民死亡人數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紀錄金 文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